但是今天老师来了之后 就要跟大家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 来 我们让你开箱 Versani 我以为会是我们洗碗 隔渣的那个 这个好像要泡发 我们没有人要耍你 司机们欢迎大家上车 今天我们会非常的轻松 边吃边聊 然后帮大家实测哪一个保险套最好吃 然后帮大家避开这些雷 我们先请Christensen帮我们试吃 把这些台前的保险套打开 让我们看一下你的手法对不对 没有 我要带啊 你要带啊 没有 不是 我们还可以的 就是你把三种不同的状态的液体 然后就可以倒入这三个碗里面 然后三个碗里面装着的都是 一些避孕套 真的要放进去吗 对 看 放进去 尽量就是把它们每一个都有浸润到的 这是很浓的 好 这个像我们在吃那个怪领构的时候 有一种那种敷面膜的即食感 以前我们不是很喜欢玩那种 slime的吗 哦 slime 这个就很像 这个是纯水 感觉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在做完这个神秘的仪式之后 我们先把这些甜品们放在一边 然后现在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 这个特别嘉宾 性质询师和女性私密护理师 我们有思维老师 今天我们讨论的大家可能很常见的说 保险套我知道啊 我们知道怎么用 我们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知道它存在的这个意义 但是今天老师来了之后就要跟大家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 他发明的主要起因是因为防止性传染病 像是选用保险套 可能大家就只是说 哦 我们市面上任何保险套 只要能够套得住 然后能够保护就好了这样子 但其实是不是在选用这些保险套上面 有要注意的事项 是的 是要有注意几件事项 大家都已经知道一些性脚的行为 我们越来越要防止性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有好几个不同的保险套 那大家也分享的就是 我们有就是性脚保险套 KJ保险套 子脚的保险套 我还在想这KJ是什么 烤鸡 咬 好 大家要知道 你把咬拆开来想用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表达的咬是什么意思 你看 倒也紧张好啦 哈哈哈哈 常咬的人这个时候就会有点敏感 有口味的保险套 如果我们用在下半身的接触的话 其实是OK的吗 可以混着用的吗 不行 不行 不是用来性爱的 是用来KJ的 是不是下半身用的 对 是上半身想用的 哦 规格跟设计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专为KJ设计的 一个是否性爱 一样是套在性器官上 但是 它的设计的功能就不一样 它就是真的拿来 咬的 在KJ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很注重的是 口腔跟这个 性器官 接触的时候的 性传染病的 是有了这个用来咬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不一样的保险套 所以这个其实是女用的保险套 来 我们让你开箱 马来西亚市场很难才买得到女性的保险套 本来是在网上从海外订购的 可能比较方便 不是骗你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 其实有女性保险套的话 你就 我以为会是 你看到会怎么样 我以为会是 我们洗完 隔渣的那个 所以这个就是女用的保险套 对 女用的保险套 所以它是没有尺寸的吗 就是一个平衡的 这是小环 这是大环 小环就好像我们放月经杯这样的那种概念 折成这样子的一个U型 然后就把它塞到里面去 然后这个外环是放在我们的引导口的 男生在行动的时候 会有一种进触的动作 会不会把它抽出来 不会 不会 它会吸附在我们的引导臂 女性保险套来讲的话 会比男性保险套来的更有感觉 是因为它吸附在引导臂 所以女生们 如果你真的要保护自己的话 就是除了要求对方 要准备这个保护措施的话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准备一些来保护自己 我跟你讲 外面很多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们不要买 不要带 然后你刚才讲 我来 刚才我们还有提到说 还有一些是纸套 纸胶的话 它的包装里头已经放好了 那个润滑液 其实规定器就相当的安全 并且能够确保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传染 或是感染 这样 其实市面上真的有很多专门 为你有不同的享受 去准备的这些保险套 所以刚才在聊天开始之前 我们有请Kristen 就是帮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在三个同款的保险套上面 我们导入了不一样的这个液体 看一下这些液体 对于这些保险套 到底有没有影响 这个是泡了过后的 这个是水性润滑液 然后这个这样浓稠的 水分占比较多 所以水分挥发之后 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 它是这样多润滑液里面 最接近我们人体的蜜液 基本上这种比较规范的润滑用品 它在保险套上面 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第二个也是倒入了 类似有一点粘稠的 润性方面还是OK 可是我觉得这个稍微会比较 发挥到润滑剂这样子的作用 是不是 因为它稍微比较水一点 这个也是水性润滑剂 最后这个呢 这样目测的话 其实它的材质感觉好像有一点的变化 这个好像要泡发 好像这个jelly fish 反正还变薄了 是我的错觉 你试试看 用力 不是 试试看 我们没有要耍你 乳汁碰到油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类似这样的变化 就会被分解掉了 一般市面上的银额油 维尔鱼 植物油 有人讲它也是油性 我可以拿来当润滑液吗 其实是不可以的 大家在选用这些润滑的 这些产品的时候 绝对要很小心 市面上我们看到很多 奇形怪装 很夸张的造型保险套 那种是安全的吗 在使用上 造型保险套其实它是在 防止这个传播 加怀孕的风险以外 它其实也提高了情绪 就是体验感 它的功能性是没有减少的 功能性是OK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保险套 吐出来不会更容易破 所以那个材质还是很重要的 老师今天也带了一些 就是有造型的一些保险套 去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做超级大礼包 哇快点快点展示给大家看 我觉得很有趣 好色的啊 腰红色 其实这种情趣保险套 真的是在前戏用比较多 就前戏的时候让女生先高潮 先让女生达到愉悦感 当男生也要准备在高潮 我会很建议的就换回普通的保险套 她的体验感会更好 开箱完各种避孕套 是时候教你如何正确使用 打开保险套之后 一定要是双子夹紧这个头 然后再把它放在你回头上 然后就双手再往下拉 到它的底部 了解 然后就放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压紧的时候 它的空气已经被排除了 也有这样子的案例就是 它没有这样子压紧之后 因为它的空气一直保留在里面 然后太过激烈的话 微微短 像是保险套 我们可以重用吗 它已经有了我们分泌液 然后你可能也射精了 不行 比如说 你现在已经带好了 准备要开始了 你进行到一半了 忽然间你妈妈打电话给你 她就跟你聊了很多很多家里的事情 所以妈妈可是这个时候 我真的不会接你电话 然后妈妈就跟你聊 然后你整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难继续维持的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可能量在空气中一段时间了 当你接完半个小时的电话回来的时候 可以继续用吗 不行 也不行 那个润花叶也相对的干掉了 然后也没有这么容易 带着的话可以的 你带着接电话没有影响的吗 你又不是用那杯讲电话 有没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要带上保险套才是最安全的 基本上你准备要插入就带上保险套吧 没有带套的情况下 先插入到影道里头 当我来感觉了我才带 其实这样并没有发挥到保险套的功能 你在抽插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射精 我们会有惊艳啊 我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要谢谢思维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关于保险套的这些知识 也要提醒所有的司机们 上路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地小心 关注我们带你们避开这些 心爱世界的坑 也要劝阻大家 上车先戴帽安全又可靠 祝大家一日深风 実行上车先戴 我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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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选择 货带 我来选择 不在买